现在世间人 有福的人很多 享福的人 福从哪来的都是过去 供养三宝 不识诸天人民 云飞远动 都是这么修来的 现在享福 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再修福了 福享完了就没了 不像从前 从前你看三教 五十道三教 慎行于是 人人都学 人人都懂 修福的人 他有重福 他的佛报享不尽 一代一代 都穿下去 现在人可怜 佛报享尽了就完了 有很多很多人 你细心就观察 穿不到第二代 一代就完了 还有很多人 连一代都不到 现在很新生 晚年就不行了 倒闭了 破产了 你自己 这一生都保不住 什么原因 佛享尽 没有继续修 谁想福 要懂得修福 没有福 更懂得修福 我是一个没福报的人 年轻的时候 很多这些看相算命的人 我遇到很多 都告诉我 我的命是贫贱之命 贫没有财富 贱没有地位 什么原因呢 到学佛才知道 过去生中 没修福 还好 修了一点智慧 就是三种布施里头 喜欢法布施 俗获了财布施 跟无微布施 有一点智慧 没有财富 寿命又短 学佛 遇到张家大使 遇到李老师 这些老人都很厉害 一眼就看破 所以就教我 修福 补出来呀 张家大使叫我也修财布施 明明你们有财 度化众生还是要财 那怎么修法呢 修财布施 用财物 布施 周天人民 我跟老师说 我生活非常艰难 自己保自己都很勉强 拿来的钱去布施 他问我 一毛钱有没有 我说一毛可以 一块钱行不行 行可以 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 整个 长存布施的心 有多少布施多少 别去考虑 明天明年 我这个人就听话 听老师 老师怎么教 我就怎么做 我就一教奉行 果然 真的收入越来越多 越多越不是 居然能做到 一年布施 一千万美金 能做梦都想不到的 可是我的布施的时候 只有三 这三个项目 第一个是今天 应送今天 这发布施啊 这长聪明智慧啊 第二个 放生 第三个 医药 医院里面 我不是医药 那个贫困的人 帮助他们 医药费 没有中断 我在我居住的小地方 澳洲图文巴士 每年做这些医药 这个无微布施的时候 每年二十万 二病 年年都是 送个 这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时候 学校 讲学金 帮助穷苦的人 我自己什么都不要 生活非常简单 一切为众生 这些医药费 我自己的医药费 我自己的医药费 我自己的医药费